驚喜龐可敬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那我們有另外一個案是說 他不敢看人家眼睛 對 就是有一個 二十幾歲的男生 然後他是說他從高中開始 他就不敢看女生的眼睛 那就害羞吧 對 男生 男生他敢看 男生敢看 你也害羞 對 女生不敢看 那為什麼 對 他就說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他每次看到 女生的眼睛 不管是就是年紀怎麼樣 就是他看到女生的眼睛 他就會開始有一些 很 比如說 色情的畫面在他腦中 一直盤旋 對 那那些畫面就是 他可能是 就是他不好意思說 然後他會有一些生理的反應 然後他自己也覺得很不舒服 他不想要這樣子 看到每個女生嗎 還是說看到五六十歲的 都會 只要看到女生 都會 但是看到年紀的女生 那個想法就更多 然後更難停止 然後他就會覺得說那些畫 而且是有畫面的 就是會在他腦中有畫面 然後他就會想說 他趕快停止這些畫面 可是他沒有辦法去 他就覺得很痛 所以他現在 他後來就看到女生講話 他就是看人家的腳講話 他就不敢看到他的眼睛 對 然後像西門町那種 這麼多人的地方 而且很多年輕女生的地方 根本不敢去 那他根本就嚇不來 因為他這畫面就一直出現 一直出現這樣子 真的有這種病 對 這是某種強迫症 那強迫症中 我們比如說 強迫的意念跟強迫的行為 那這就是屬於強迫的意念 那他怎麼結婚這樣 對 所以我們就需要做一些治療 對 要不然他會一直看到女生 就會想到那些畫面 那有些人是會出現一些 像是殺人的畫面 對 有些人是會出現一些 就是宗教的畫面 那有些人是會一些 所以每個人的 有的每個人感官不一樣 對 每個人會接受到不一樣 對 那他跟他自己的本我是有關係的 那有些人是會強迫要清潔 就是說看到一些東西 他就覺得說他清潔過好多次 還是不乾淨 還有清潔 對 那像這樣的個案 我們就要幫他做一些 就是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還要做一些 對 然後後來還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還是不太敢去那種太多女生 尤其是年輕女生太多的地方 其實真的很多病人 他自己有病 可是他自己都完全不知道 而且會拖到很久很久的時候 才來去就醫 或者真的從別的醫生轉過來都有 我舉個例子 就是在三十幾歲的女生 他其實路日續續五六年 他會覺得突然之間就會恍生 其實我覺得恍生還滿容易的 對不對 門診看久了的時候 好 繼續 其實每個人多少會有一些 或者他的解釋也是 工作壓力大 長時間工作 所以偶爾會恍生這樣子 偶爾他會覺得好像 整個人不醒人是幾秒鐘 如果大家知道就 大家會覺得這個有可能是昏絕 就是自律神經跟血管 那個收縮不好 血打不上去腦部的昏絕 直到有一次他騎車摔車了 摔車他送到急診 急診醫師說你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就看到好像是綠燈 他就吹油門 吹沒多久他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倒下去 醒過來的時候覺得好痛 就是車禍了 然後送到急診的時候 外科醫師幫他做了檢查 做了腦部少量都沒事 那傷口當然還是有了 沒有撞到頭 他就覺得你還是要不要找神經科醫師 檢查看看你為什麼會有這種狀況 不然你常常騎車如果恍生 自己撞到就算了 撞到別人這個有時候真的扯不清 他來到門診的時候 其實我問他整個狀況 他說偶爾上廁所也會 工作的時候也會 說沒有特定時間 月經前後也會 我們就會做這個 自律神經的檢查 自律神經的檢查做完之後 沒事 請歇床正常 24小時心電圖做了也沒事 我們也會做一張腦波都沒事 他就跟他解釋報告突然當中 他就定格了 就進入那個階段了 對 我想說 他真的沒反應 然後突然深呼吸一口氣 他說 你剛剛幹嘛 他說沒有 我在聽你講的東西 可是我剛剛怎麼講的也都沒反應 他說 你有嗑藥嗎 他說 沒有 沒有嗑藥 我說 感冒藥那些 他說 沒有 都沒感冒 沒怎麼樣 可是他就是幾秒鐘定格 我想說 第一個想到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 自律神經發作 我們講 大家看到就是陽顛峰 就看到那種 大家每個人看到 知道陽顛峰有顛峰發作 可是有一些就是自律神經的發作 後來跟他講說 你乾脆就住進來醫院 我們做個VideoEG 就住進來我們有個頭套 有個錄影機對著他一直錄 然後跟腦波是同步的 同步的 對 然後錄了20小時之後 真的被抓到 那一天有三 四次不同時間 有短暫的 幾秒鐘的 看他的樣子之後 真的是有點定格那種感覺 自律神經發作 抓到了 我們就很高興 當然病人就很不高興 因為大家就開始吃藥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女生三十幾歲 如果她要懷孕等等那一些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的癲癇的藥 對懷孕等等那些 都會是一個問題 可是還是跟她講說 你還是要好好的吃藥 後來她還是有成功的懷孕 所以小孩 但中間我們還經過一些調藥 等等那一些 對 其實老年人 比如說90幾歲這樣子 她常常忘東忘西 其實是正常的 對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 不一定 很多老人就要90幾歲 對 她的那個肌力還是很好 我知道 但是打了一輩子牌 她不會忘記 真的 怎麼知道 所以我們就要分 間別說 到底她是一個正常的健忘 或者她真的是一個 認識功能開始衰退 為什麼鼓勵老年人打牌 真的 我看過那個90幾歲的 她還很年輕 我是因為她每天都打牌 對 我要說也是 對不對 她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每天動腦了 對 怎麼盯牌 怎麼懂 但是不打牌了 因為你就會忘東忘西 像他們可以多猛嗎 我之前印象中 我有個朋友說他們 她媽媽年紀很大 然後到後來她是已經 坐不坐 因為坐久會不舒服了 你知道嗎 所以沒有辦法排桌坐很久 所以她就是躺在沙發對不對 她四個女兒在那邊打牌對不對 打牌的時候都要叫牌 四筒 碰 吃三筒 然後這時候她就聽了 聽了就說 耳梅 打錯了 這時候就打了 好厲害 打盲牌 我跟你講她多猛 她就說 很像錯的 剛剛就跟她打起來 真的 腦袋超好的 你看她 骨頭已經不好了 什麼都不好 做都做不了 那麼久 她頭腦超好的 同樣是年齡九十幾歲的 一個如果不打牌 一個會打牌 完全差很多 因為我覺得失智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認知功能 認知功能比較白話 大家會聽到的名詞 就是所謂的 失智症 失智症其實 她在我們的名詞 我們醫生就是診斷為 失智症或阿滋海滅症 可是她真的回到 這個人的生活裡頭 她的家人跟她本人 都是非常殘酷的事情 比如說我自己就有一些 我的朋友 他們就是有一天在臉書 她就PO了一個 真人啟示 我們全部的人才知道 因為她霸長年失智症 那失智症之後有一天 她出去了就回不來了 後來過了兩 就在三週的時間 才在一個合體的旁邊 找到爸爸的屍體 對 所以其實失智症在 尤其是有時候 當你最親的人 他不認識你的時候 那是一個很 滿殘忍的一件事情 家人很痛苦 對 其實是非常痛苦的 失智症除了我們一直提的是 記憶力衰退 其實很多人沒有這個症狀 應該是說最初期 不是這個症狀 比如說她會出現一些懷疑 比如說她會懷疑自己的老公 明明已經80歲了 就懷疑自己的老公 跟外面有小三 或者是她有一些 這個個性上的轉變 另外有一個是 比較少被討論到 但是有發現失智症的人 會提早出現的 叫做wondering wondering就是指 她會這樣子到處晃 她會到處走 到處走 那我來給大家看一個 這個是失智症的人 他們研究的一個 走路的軌跡 我們正常的人 比如說假設一個阿伯 他可能已經80幾歲了 他今天要出門 他通常就有個目的性 比如說我要出門去 某某便利超商買一個 什麼東西回來 然後我就回家 所以最正常的我們就會是一個直線 就是從A點到B點 我們發現說 當他今天的一個走路軌跡 出現了一個叫做 這個前後 就是這樣前前後後 好像找不到路的感覺 比較像這個圖 或者是 他開始會像是 繞圈圈 他會一直這樣亂繞 一直亂繞 比較像是這個圖 我們發現這兩種圖 好像或者是 就是沒有目的性的走 好像這個人 可能他有一點忘記回家的路 但是你其實仔細想想 假設今天你有一個阿公 或者是一個你的媽媽 他現在已經八九十歲了 住在比如說屏東 或是住在嘉義 你不可能會知道 他迷路過 所以現在其實有一些政府 他們是針對比如說屏東 或者是一些比較偏遠 比較多老人的地方 他就給他佩戴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會去追蹤他 去的地點 那之前就有個很有趣的案例 是這樣 這個這一對 這個兒子 他自己本身可能有一點醫療的概念 他就給他爸爸帶這個東西 帶完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有一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突然就去看 他的這個爸爸的行動軌跡 那有時候老人家 他其實走路的這個行動力 就差不多是那個範圍 不太會跑 他就突然發現在一週前 他在一個地方 是一個從來不會去 一個非常遠的地方 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那裡 一開始想說 會不會是一氣壞掉了 他再回去看 在一週前 他又去了一個 阿伯從來沒跟他講過 他會去的地方 他就發現 這三週 他都去了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他就回去問阿伯 阿伯你就是問他爸爸 說你到底有沒有去過這些地方 他都是一副茫然說 他沒有一個理由要去那裡 後來這個兒子就很警覺 他就覺得這個動作怪 所以他就去找附近的 這個神經內科 去做這個 所以其實我覺得 現在我覺得 我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現在很多種 不管是在癌症上的發展 或者是很多 慢性疾病的發展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當我今天確定了這個問題 是這個東西可以解的時候 它剛好對在一起 那可能這個問題 就從大問題變成小問題 甚至變成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醫療 現在目前的發達是 滿多種新的方向在出現的 那我們可能有實質症的 每個禮拜固定路 怎麼每個禮拜固定都這些路 對 都是這些路線 所以可能是實質症 沒有 這樣是好事 如果你突然走到其他棚 然後一直在那邊打斷 對 對 好事喔 對 剛剛這個怕 好像有一點點驚慧 我們常常不是出去 走又走 我剛才被抓了 對 常常會這樣對不對 對啊 你希望 至少都要三次才能順利出門 第一次出門 手機前發鑰匙 好像本來應該要 我有一次都已經出門了 才發現廚餘還在我包包裡面 因為要拿去樓下的社區 除以統一 一路再到記者會線 除以 對 所以這個拜科技所知 很多醫學的技術 不管是檢查或資料 都不斷地在精進 為了就是提升醫療的品質 跟病人的安全 對大家來說是很好的福音 祝福大家都能受賠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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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 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